从6月11号开始 山东青岛近海海域再次遭受虎台的侵袭 这已经是虎台绿潮灾害连续15年影响青岛 截至7月10日 山东方面已经从海里打捞起了18.23万吨虎台 这么多的虎台究竟运到哪里去了 虎台年年来今年特别多 据相关监测部门的卫星监测报告显示 6月30日青岛所辖海域的覆盖面积达到近600平方公里 创造了15年来虎台入侵面积的最高记录 随着波浪上下翻动 这些虎台就像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 被海浪冲到岸边 原本金黄的沙滩变成了绿色的草地 不像海苔生长在水里 虎台是一片片的飘在水面上 就像海上垃圾一样 它个头小但是表面积很大 这样的结构使得它们很容易吸收养分 虎台的繁殖时间短 繁殖能力极强 所以一旦环境适宜 虎台便会以惊人的速度繁殖 虎台的原产地并不是青岛 但是为什么每年都要脱家带口 光顾青岛 专家学者们对其原因进行了研究 据说这些虎台来自江苏的苏北沿海一带 自从青岛海域虎台大规模爆发之后 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 就协同一些海洋科学研究部门 通过卫星监测和实地考察 得出了虎台源头的结论 这些虎台主要是因为苏北一带的渔民 在前海海域大量种植紫菜 每年收割完紫菜之后 罚架被留在了原地 造成海水负营养化 为虎台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罚架上的虎台经过海水的冲刷 脱落了下来 在气候和地形的影响下向北漂移 在漂移的过程中 直到山东半岛 虎台就被拦了下来 由于4-5月份气候变暖 气温和海水温度都不断升高 又为虎台的快速繁殖 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所以才有了虎台占领青岛的景象 如今 大量的绿油油的虎台将青岛的水面覆盖 漂浮在海面上和海岸边 像一片绿色的大草原 但是这草原可没那么无害 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阻塞航道 让很多船只无法正常通行 沿海居民靠海吃海 虎台的大量繁殖 对渔民们的正常捕捞造成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 夏天本就是到海边玩耍的季节 散发着腥臭味的绿色海滩 难免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 更不用说下海玩水了 所以 泛滥的虎台不仅影响正常的海上作业 还会妨碍沿海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除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外 虎台大量堆积 对海洋生态产生的影响 也是不容小觑的 虎台繁殖腐败时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 这会对其他的海洋生物造成威胁 虎台腐烂时 还会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 虎台虽然没有毒性 但是和赤潮一样 漂浮在水面上会遮蔽阳光 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 破坏了海洋的生态系统 虎台泛滥危害如此之大 青岛市每年都会采取多种措施 对虎台进行清理 首先就是进行人工打捞 对于海面上成片漂浮的虎台 数十艘大型渔船同时出发 进行打捞作业 海上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设置阻拦网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虎台聚集到一起 方便渔船进行打捞 打捞船上会配备一个渔网 船上的工人负责把渔网中的虎台 装进大麻袋里 海上虎台收集完成之后 会堆放在岸边指定的地方 对于岸边的虎台则是采用挖掘机直接打捞的方式 挖掘机将虎台打捞上来 用车斗将水分瀝干后 装到运送车里 再集中堆放到岸边 集中堆放的虎台经过机器的处理 榨干水分就会被全部运走 清理过的海面终于又恢复了闭波荡漾 在打捞基本结束后 工作人员还会设置拦截网 一方面拦截网可以聚集零散的虎台 方便下一次的打捞工作 另一方面拦截网可以防止剩下的虎台 经过风浪聚集在一起 再漂到岸边和沙滩上去 青岛的虎台每年6月份就要开始清理 直到8月份才能结束 这对于工作人员来说 不仅工作量巨大 还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成片的虎台将水面覆盖 如果不及时进行清理的话 对于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来说 无疑是一场危机 但为什么说它也是商机呢 青岛每年都会打捞上万吨的虎台 这些虎台都被运到哪里去了 有什么用处 其实虎台从海边运走后 会被直接送到生物公司加工成肥料 虎台中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可以供农作物生长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总监 胡发明先生在采访中说到 目前已经利用虎台开发了 海藻有机肥500多种 主要应用于国内和部分国际客户的经济作物 比如水果蔬菜花卉等等 这也算是变费为宝 对资源的再利用吧 虽然虎台泛滥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有效利用的海洋资源 是一种可食用和药用的藻类 你没有听错 人人喊打的虎台不仅可以加工成肥料 还可以拿来吃 传统的虎台加工方法主要是自然晒干 企业化生产可以对虎台进行精加工 生产虎台精粉和虎台多糖等等产品 有研究显示 虎台多糖具有很好的降血脂 抗肿瘤 抗病毒 提升免疫力等功效 是一味不错的药材 不仅如此 虎台在中国是草 去到日本就成了宝 每年日本都要大量从国外进口虎台 虎台在日本的用途很广 涵盖了工业 医学 食物等多个领域 甚至可以部分代替汽油 柴油等资源 但是由于近年来 日本工业污染严重 自然生长的虎台已经很难获得 因此不得不依赖进口 由此看来 虎台还有很多我们尚未发现的商机 虎台入侵有利也有弊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 也说明了海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受污染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与人们的活动脱不了干系 虎台泛滥后的人工清理 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并不是长久之计 为了我们的蓝色海洋 不再成为青青草原 应该更加重视生态和环境的保护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